Dason,謝謝你這晚的時間 我會想用一個機會去解釋 什麼的不同的東西 在CPCE 採用Lowcode 作為Digital Transformation Journey 在改變上,我覺得可以分開三方面 第一,就是在速度上 用了Lowcode這個平台之後 開發的時間短了很多 開發時間快了當然好 使用者更快得益 第二,就是在質素上 多一點時間去了解客戶 或者用戶上的需求 讓他們使用的時間也長了 他們可以多一點反圍 多一點反應給我們 如何再改善系統 另外就是數量 同一個時間裏面,我們可以開發更多不同的系統 過去兩三年,疫情出現 我們有一套系統 就是關於雜誌 給不同的學生,老師,甚至外賓 進入我們學校 政府有不同的時刻 疫情情況,有不同的規例 學系列也有不同的規管 進出入的條款 在這些經常更改的情況下 有Lowcoding的平台 可以很迅速地演變到 關於質素方面 就是在我們一個 Word Integrated Education的平台上 這個平台就是我們讓學生 出去實習的時候 雇主有些範圍給我們 老師要看到 這個溝通的過程需要一個平台出現 初初試用了,一轉 就想去改善系統 有Lowcoding的方法 不需要等這個系統 一路開發,等一幾個月 大家可能是失去一個 不好用的平台 現在有這個平台之後 發覺是方便很多 我們從最初估計 可能要用 三年時間才做到 這樣的數量系統 現在就一年半就已經成功了 我這個快要重複了 你可以分享 你什麼原因 你決定做MU 與我們的系統 其實用了一年之後 我們已經發覺 這個平台很值得推廣 值得推廣之主 就是包括剛才的Farboxer方面 就是速度、質量和數量 既然是這麼好的時候 為什麼不積極去推廣 給全香港市民去用呢? 首先第一步就是 我們用完了 就將我們體驗去分享 第二步就是去做培訓 甚至是再推廣 就是希望多些人 有證書去考到 要使用這個系統 我們比較有前瞻性 想做到這件事 也都希望是 香港首的機構去做到 推廣這件事 謝謝你 Lena,謝謝你的時間 今天可以分享一下 你的現任努力在CPCE嗎? 我本來是讀行業 畢業之後 就是做航空部業 因為19年的時候 COVID-19很嚴重 影響航空業 所以就開始探索 不同的專業項目 而我就發現 IT這個房業 感覺是有非常多的潮境 現在是CPCE 就在做上IT Office 學院負責 Application的 Development 和一些維持 同時 我也是一個 Low-Code的trainer 他負責教了不同的學員 Low-Code的trainer 就可以 Develop到很多的 Application 什麼的 Transition 很困難? 你有什麼 的挑戰 發生 很多IT的行業術語 或者是概念 剛剛接觸的時候 都是有點難適應 大概用了六個月的時間 去學習所需要的 Low-Code 去完成我的工作 對我來說 我覺得 Low-Code 傳統的Code 是比較容易的 同時 我上面有很多 Online resources 都提供了一系列的 過程和應徵 而同時 我參加了很多 Workshop 或是Convo 和其他不同的 Developer 交流 就可以增加我的 興趣了 所以 你的工作 現在 作者 在CPCE 可以分享一些 例子 的工作 你做了嗎 目前在CPCE 做這個 Developer 我都很願意 因為 可以開發一些 服務到整個學院 或者是 學生 教職員的App 例如 列苗接種系統 或者是不同的 方案活動 或者獎學金的 一些申請表 這樣就可以 假發了登記 和註冊的程序 就可以 截散了人手 而 可以提高了效率 令到整個學院 學生 或者教職員 都是一個很正面的政態 在CPCE 做了 事情 做了 這件事